大家好 超子你也拍视频了吗 看了弟妹拍了三个家车 就说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两家都是微信单 单都分开一下 好多鸭子 我们忘了拿风向器 还有那个胶子了 怎么办 记忆你比我还差一点 是啊 最近忙运了真的 等一下我们去快递站 借用一个吧 嗯 就能这样子了 赶紧去拿快递单 最近这个车子 销油还是销的比较多 然后今天又要加油了 看一下油价 92的是5块52 吃一下下饭了吧 我擦下饭 吃下来吃下来 这只不太老鸡蛋 嗯 他骗你的 哪里睡着了 我跟着抱着他睡着了 车子里面很暖和嘛 所以他就 这个油价就是不好早餐 多一个又太多了 撒一个又有点少啊 嗯 你看又多了 嗯 这个多个一二年没事吧 嗯 但是你不要少了吗 嗯 不能少 嗯 今天我们又来四年下 打过这个油价 然后今天我们打了几个回房电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有顾客反应啊 就是这个油价有点点苦 这个油价的话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冰糖油的话 吃到后面确实有一点点苦 但是它还有那个自咳树的效果 就是降血糖什么的 如果说你吃过冰糖油的朋友 然后就会觉得这种口感挺好 因为它跟那个 嗯 市面上拍的那个红心油 还有白心油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它水分足 吃起来很糟爽 就是我们有一个老乡 讲到 其他油价是没那么那种口感的 对 对 如果说你觉得啊 怕苦的话你就不要拍了 对对对 吃过的然后你就 要能够接受好 接受才下单 反正我们这个油价 割头的话没有那种 大油价那么大啊 这一箱里面你现在放的是几个 四个五个就多了 它这个小一点的就拿天秤啊 嗯 一般的话一箱就是四到五个的样子 五斤一两块 月月你还哭干嘛啊 啊 你要妈妈爸妈 姐姐爸还不好啊 那我委屈你看 爸爸爸爸 啊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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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贴好了 放在后排了 放后面的周围上面 这个后备箱装不到了 我们只能放在后面这一排了 稍微摆一下 还要去快递站 好现在搞完了 我们去快递站吧 去防护了 走 我今天行我洗头包 可以可以 好趁带上了我们走了 小区快走啦 那快递站的人下班了 那快递站的人下班了 其他人下班 哈喽大家好 我们的冬笋迁货差不多 欠了一百八大斤了啊 正好今天是我们正上感激嘛 然后我们去街上收一点这个冬笋回来 这个大叔这里有一点啊 他说有二十多斤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城还可以的 好了我们的冬水送完了 今天大概是两百多斤的样子 现在准备回家 哈喽 好走啊小朋友 你在干嘛 可以啊 可以啊 辣了 辣了 也吃 也吃啊 要吃 你不怕辣吗 爸爸我这个豆腐干都吃了 你吃了豆腐干是吧 没有 她们吃了 妹妹呢 妹妹睡觉了 妈妈去玩红薯 我一个人在家看奶妈 又不怕辣了 孩子说着 快逃抬起了 爸爸回来了 学过来了 他是谁 爸爸 哎 来看一下爸爸说的笋 好不好 在那个桌子上面 對呀 懂笋 你干嘛 吼子 今天卖成的不是很多 差不多三个小时才不到两百斤 有没有八十斤 我试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最终的一代 应该是吧 现在的冬水越来越少了 因为挖过之后就没那么多了 没有十二斤 我们找一包看一下 哇好亮啊 这个笋比较大了 这个笋比较好 嗯还可以 这两百斤的话 我差不多收了七八个人的 哇 几十斤 因为挖笋的话一天就挖个二十斤 挖多了挖不到的 而且这个笋也是一个技术活 一般人的话挖不到 漂亮吗 下巴 越越醒了 看一下我们家的小美女 哎呦 你还哭得那么伪酷 哎呦 这个笋子二两 放好鱼筋 大的在小的 放好鱼筋 放好鱼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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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